中央社记者王阳宇 台北27日电国防部前军情局长葛广明指控前国防部长高华柱 涉嫌卫造人评会记录 让他不能退伍领不到退休奉等 提告卫造文书台北地检署侦办后认为罪嫌不足 经对高华柱做出不起诉处分 全案源于葛广明被控在民国97年涉嫌指示办公室人员 把该报告国库的专案经费新台币370万元放在办公室 还以私人名义动之45万元遭判刑定验 各广明复兴完毕 认为自己因案被停役三年 符合停役届满三年予以退伍规定 国防部员以核准他的退伍签诚 但高华柱上城时任总统马英九时 国防部又突然以他设贪污案 建议占款同意退伍 使他无法领取每月约十一五万元的月退奉 为此各广明控诉高华柱设位造人评会记录 涉嫌未造文书 北检员将高华柱不起诉 各广明向台湾高等法院检查署 申请在意获准 全案发回北检冲查 检察官调查后 人认定罪证不足 经在江高华柱不起诉 1060927 7-112-111-132-113-113-173-182-114-132-143-193-182-124-145-205-237-181-183-287-182-154-157-193-182-134-157-194-157-183-184-215-205-155-174-174-18先